大家好 今天原本就不想拍片 不過吃完飯 落到街上突然間又想拿起這部手機 又想拍片給大家 和大家見面 順便也解答一些近期在YouTube上的留言 我要回應那些留言 其實那些留言我都已經刪除了 你明白的 那一會兒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裡大家看不看我這隻錶 其實這隻錶呢 對了 這隻錶是今天我買的 那我在這裡申報一下 那有些人以為我是 即我一直在這裡 即是宣傳這隻錶馬 這隻錶馬是否我代理的呢 其實呢 就不是的 那我又在代理其他牌子 不過Delma就不是其中一隻的 那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極力推薦Delma呢 其實 主要都是因為我真的見到這隻品牌的 即是質素和價錢 實在太划算 即是understated brand OK underrated brand OK 就不應該是這樣的價位 以這樣的質素來講 即第一點可以 可以很肯定的就是 它是一個做潛水錶很認真 也都是極力挑戰各種難度的一隻品牌 憑這一點我已經是很impressed的了 OK 你講到努力士去3,900米 那它又做隻錶可以去到4,000米 我最喜歡這些精神的 你努力士又怎樣 我就是挑戰你 還要挑戰贏你 好了 那又講回另一件事 最近有一個人 就經常在我的Youtube留言 說 你是大陸哪裡來的 用簡體字 那要是又說 我們香港人是講牌子的 不是講品牌的 你都是回大陸 那我在這裡 就想跟這位朋友說 我呢 就不是香港人 我是新加坡人 在新加坡讀書 而我們讀書是讀簡體字的 也都是你所謂的大陸 現在用的簡體字 OK 所以我講品牌 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品牌和牌子 你自己不明白 那就算了 就在這裡說 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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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你香港人是用牌子 不講品牌 這些東西 那 我這個Youtube頻道 就主要是分享 大家對中標的意外 大家對中標的看法 那些分享 那些經歷 那些意見 那些經歷 就不是講政治的 OK 如果你想講政治 你就麻煩去看 什麼蕭先生 什麼 光頭 光頭佬 那些節目 就不要在我這裡 搞搞震 OK 那好像我之前說 講開 這些留言一出 我就會馬上刪除 因為我都 不想其他人 看到都 火爆 那又講開 有個人 好像今天 就整個留言說 哎 買完這塊垃圾 不如正正經經買一隻蕭子 那 如果你買蕭子 其實我都沒什麼意見 那你要 那你要 那樣追些炒蕭子 人家一隻 那樣的款 出了幾十年 炒到這麼貴的價 用了整幫人 去 浪高的價 我之前都有講過 之前的影片 那你還要按摩摩摩 那樣去 跟著去買 那我 我都沒意見 不過 麻煩你 尊重一下人家 就不要講人垃圾 講人垃圾之前 你的垃圾 就自己去 做一下一些research 看一下其他的品牌 是不是真的 這麼不堪 OK 那很多品牌 其實呢 是很有質素的 而且價錢 是超超超超抵 OK 你用同樣一筆錢 買幾隻 這些其他品牌的好東西 你那個滿足感 是遠遠超於你 去用同樣一筆錢 去買一隻 只是一隻 或者你一隻都買不起 不要說我看不起你了 就是留言 那位先生 通常那些 講得這些的 都不可以買得起 所以就 就在這裏講這些 這樣的東西 所以 我希望 你們都會 尊重一下 那些 那些 就是買其他品牌 小品牌 那些 那些 那些人 OK 我知道你 巴痴幣 只是 懂得買 LOW 懂得買PP 懂得買AP 那對我來說 我覺得你可能 都是一些無路的 人買什麼 你又買什麼 OK 那不要緊 那你就繼續 過利的 這些 冷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日子 你都不要來我這個頻道 看我的東西 因為都是不適合你的 OK 那 今天呢 我就買了這隻 標 超開心 你知道 這期 我最極力 推薦的 就是這隻Delma 那我在這裏 又要 離身一件事 其實呢 都有一些人想問我 其實我呢 就不是Delma的 Distributor來的 是吧 雖然我是做一個 就是行的 就是做agent的這個工作 不過 Delma 就不是我 我代理的 一隻品牌來的 那為什麼我都 這麼極力去推薦Delma 因為我真心覺得 這隻標的質素 我真的 遠遠超於它的 它的定價 它的工價 OK 第一 最印象我的 就是它的 4000米深潛 那 遲些我都會 著手買一隻 4000米深潛的 那 因為我覺得呢 就是 努力士最高 去到3,900 我就 挑戰4,000 我最喜歡 這些 這樣的精神 你努力士這麼厲害 3,900 我就做個4,000 來給你彈 那我的價錢 4,000米那隻 現在工價 18,900 折到來 大家大約知道幾多 有幾多折 那 我覺得是超划的 就算 這麼大隻 這麼充 我都沒有所謂 其實有時候買標就是這樣的 當你喜歡一隻品牌或者是 某些款 OK 有很多 就是其他的東西 你都不會在乎的 就是這麼有趣的 OK 這個就是買標的樂趣 就是各有各的市場 大標有大標市場 細標有細標市場 什麼款都有它的市場 那有時候那些人說 喂 潮流現在輕細標 我可以跟你說 我就不是這麼厲害 那什麼潮流輕 輕密 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說話 基本上是 那些品牌或者這個行業的 某一些人 想控制某一些貨 或者做某些貨 來騙一些消費者 我一向都是這麼說的 就是你一時就輕細 一時又輕大 那我可以跟你說 有些人是永遠都輕大 有些人就永遠都輕細的 那有些人呢 大呀小呀 他都大 那我覺得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你自己喜歡就行了 是吧 你用什麼 潮流輕什麼 就是 我就要帶那個 帶起我自己的潮流 我才不跟你的潮流 你的潮流有什麼 這麼厲害 我又不是明星 又不是那些 啊 模特兒 那我 我為什麼要跟你的潮流 是吧 我自己開心就可以了 啊 所以呢 對了 又說回這隻 DELMA 那 我覺得呢 它的質素 尤其是潛水錶 那我很喜歡游水的 所以我對潮水錶的要求都是有的 那以這個DELMA來說 我是覺得 雖然不是我代理 不過我都很極力推薦 因為我是很喜歡 它的那個 那個系列 它的Philosophy 它和它那些 深海潛水縣做的一些活動 它們也都是 現在做某一些 project的 融去的那個 4000萬元的深潛 大家可以上去的 官方的web site 就可以見到了 那還有最主要最主要 它是一隻真正的瑞士牌子 瑞士製造 就不同很多呢 不是很多 某些 某些 懶是瑞士牌子 其實全部都是在大陸做的 那些標 OK 那因為 如果你上去的網上去看 還有你認識一些人 就是這行的 這行的 一些行家 去談 你都會知道的 真是沒有 是一個 絕對的秘密的 你就會知道 某一些牌子 是真是 好像我所說的 掛樣頭 賣狗肉 OK 那這些我就 一定不會碰的 那些牌子 那所以這隻DELMA 我覺得是 最 underrated 的一個品牌來的 那我都會 繼續 用我 起碼今年的時間 極力去 推廣 還有推薦 這隻品牌的 也都 將來你會看到 有 應該你就會 漸漸地 見到更多的 在香港 有更多的地方 可以賣 會 有更多的貨 會回來 因為 單是 這一個月 向大家推介 都有很多 知音人 是明白我 說什麼的 你明白就明白 就不明白 就不明白的了 都 著手買了一隻的 還有 我很相信 買了 DELMA的人 都會感受到 DELMA 帶給他們的 樂趣 因為真的 真的 很有質素 還有 那個價錢 真的很便宜 OK 那 希望 對了 那 我 我 不是 代理 所以 我也是 要 真金白銀 去買 來 才 可以 帶 那 我 覺得 沒有問題 真的 雲鳥我 挺喜歡的 那 遲些 DELMA 還有很多活動 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 很多有趣的活動 將會陸續上演 啊 大家 密切地留意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你就會知道的了 包你好玩 好了 那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了 那 希望大家都會 喜歡我這集的 的分享 那 那 希望 大家都會 清晰些 還有 多多 繼續支持我這個頻道 OK 我會盡量 再介紹多些好東西 給大家 認識 嗯 最主要 大家喜歡就可以了 OK 多謝